浮氯碳化合物的循环 在2006年已经被科学家认定 是破坏臭氧的重要过程 但是到了2007年 美国知名的喷射推进实验室发表的数据 却又推翻了先前科学界的论点 也等于推翻了蒙特罗公约 到底真相是如何 我们的分析报道 我们合成固氧化率是在这一个石英玻璃的管子里面 不过我们在这玻璃管把氯气跟臭氧放进去 把固氧化率合成出来以后呢 会用比较低的温度把它在管壁上把它抓住 然后再慢慢把它挥发到气态 变成分子树 它会从这一个方向射到对面去 然后从雷射光 比如说从这台雷射出来以后 会用光学镜片把它聚焦从这个窗口进去 包在仪器里看不到的东西 在电脑上变成了一道道的波纹 清楚可见的凹陷处就是被镭射烧掉的分子 这个在分子树里很常见的技术 却被中研院的林志明博士 用来量测分子的速度 结果这个创意的想法 让它得到了臭氧被破坏的重要数据 最重要就是它解决了纯度的问题 它根本不需要纯的样品 就可以得到跟纯的样品一样的结果 过去全球科学界都是用光线来量测 那样品槽里面的东西没有办法只有一种分子 它里面有过氧化氯也会分解成氯器 也会包含它用来合成过氧化氯的一些起始物 中研院团队该以分子为侦测对象 结果精确算出过氧化氯分子吸收的截面机 证实了过氧化氯就是破坏臭氧的元凶 而且破坏的速率还是相当的快 没有白做了门头楼公约 因为门头楼公约就是朝这个 本来就是朝这个方向进行 就是把这个佛氯碳化合物 及佛氯锈化合物的这个排放 给它做一个严格的限制 因为这个在商业上工业上是非常重大的利益 人类要限制自己的利益 得要有充足的理由才行 这个重大成果推翻了 喷射推进实验室的研究 让美国学者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数据出错了 我想他也没有办法不同意我们的数据 原本从事基础研究的林教授 带着五人研究团队 平息了学术界争议已久的问题 也让自己从独乐乐的分子研究 和民众的生活有了更紧密相连